媽媽老司機就說 所有的政治獻金 他觀察的是都要經手募可工作人員 他說自己第一天去當志工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遲早會出問題的 因此他向李文宗喊話 應該要出面說明 好 除了這個政治獻金的挫帳案之外 我們再來關心的是柯文哲 其他的案子 金華城 北市科 萬大魚果菜市場三大案 還有政治獻金案 現在呢 北檢的動作是 已經集中由號稱 天下第一組的中組來做爭辦了 好 北檢在8月20號 今天指揮了廉政署 是以證人的身份約談了 兩名都委會的委員 作證都請回 這一回主要是 釐清金華城案 放寬容機率的決策過程 還有柯文哲是否有 所謂的受益交辦 好 再來看到金華城案的部分 前副市長彭震生 原本在今天是要到議會說明的 但是之前已經向議會的調查小組 表示說他要延期到月底去 好 現在台北市議會的調查小組成員 許淑華有說 證據都指向的是市長交辦 針對這個部分 我請教一下介大使 你們怎麼樣來看 現在北檢大動作 把所有的這個案子都集中到 由號稱天下第一組的中組來做爭辦 換句話說 柯文哲是逃不掉了嗎 我今天也在 也在從旁瞭解啊 這個案子到底怎麼樣 他就是說 柯文哲說 這個最後大家投票都一直通過 對 對 這個是一個 絕核議制 核議制嘛 對啊 可是我得到訊息就是說 這個中間這些委員 有被柯文哲換掉 有一些委員啊 那當然就是說 是不是柯文哲 或受益要換的不知道 那就變成就是說 對這個好 就是說擴大容積率啊 表示過不同意見的有一些委員 在討論的過程中啊 因為這個案子 經歷的時間有一段時間 所以後來都被換掉了 那剩下來都是都是贊成的 這裡面就是一個問題啊 對於說那柯P他有沒有在這裡面 在做這個好 所謂的這個好 審查委員的這個好 這個 這個調換的指示啊 這個也是很直接的一個部分 那柯P自認為他自己是 問心無愧嘛 他說這個都是按照程序來啊 對不對 那中間最後 大家是核議制決定的 那跟他什麼事的問題就變 那這個中間就看他有沒有 施壓啦 我想就是說 把委員換掉也算是一種 一種施壓的方式 然後表達他的意志的 那還有一個就變成就是說 有一個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他事實上要圖利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放寬的理由是什麼 這個理由是什麼 這個也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一個討論的目的 不過我們以前看過 我看過這個 就是說圖利罪這個案子 是比較難判的 比較難判的話就是說 大部分都怎麼樣 你是洩露什麼 洩露這些委員的名單啊 洩露一個內部的這個討論過程的 一些核心的機密啊 然後事實上還有就是利用職權 直接去干預 那他是有利用職權 直接干預的這個權利啦 那這部分就要找出 很多的這些證據出來 那不過就是說 我覺得啦 這些問題啊 基本上如果說 他被傳訊以後啊 那立刻收押禁見 他的政治生命也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就是說涉嫌重大 反正檢察官有這個權利啊 我們檢察官收押禁見的權利 是很大的啊 他就收押禁見啊 對不對 禁止交保啊 那這個事情的話 那可疲就第一次嘗到政治的現實啊 對不對 你清不清白你後面去打嘛 對不對 第一審 二審 三審 慢慢打嘛 可是就先把你壓起來 就跟這個 就跟賴清德整這個 整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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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文燦一樣的做法嘛 根本就 老案子一拿出來 先把你收押啊 鄭文燦是真的有拿到五百萬 真的有拿到五百萬 可是他這個在他生日當天啊 他過生日啊 可是有物證啊 有物證 對 那這個柯P這個說實話 有的時候我們檢察官也沒有物證 也可以收押 他怕你去串貢啊 對不對 那後面還可以慢慢的繼續 繼續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柯P事實上是 怎麼講呢 他前面是有一些刀山火海 不過他這一次的這個賬的案子啊 這個競選機費帳實在是 我是覺得搞不懂 我怎麼搞這麼複雜 比如說你用匯款單的話 那你也可以證明這個款匯給誰啦 對 你也可以你用銀行的那個 最後的那個 那個Statement 就是銀行最後的那個 你那個結算 你那個匯款匯給誰 也可以清楚 對 其實阿扁眼前貪污的時候很簡單嘛 你就去 你如果想要報銷一些錢的話 那你就去收集一些假單據嘛 像阿扁以前叫他女兒的什麼尿布啊 什麼什麼通通來啊 就把那個錢把他報銷掉 報銷掉 那他現在這個就是說 他拿不到這些收款人的 就是說收款單位 收款公司 他提出來的發票 或者收據證明的話 情況的話 那他就用匯款 匯款當然也可以查 那錢到底到哪裡去了 匯出去沒有 那如果是會去木可公司的話 結果你報給說是這個 別的公司 那就不行嘛 這個地方 他很容易自證清白 我覺得他可以自證清白 給社會一個比較清楚的 這樣 現在大家就是說 你這些錢 你烏龍是沒有什麼 烏龍還可以原諒 可是你是刻意想要吞佔 這些 這些小草門的現金捐款 塞到你自己口袋裡面去的話 那個問題就嚴重 那現在柯P剛剛也講了 我們昨天好像也提到 就是說柯P怎麼會把這個 黃珊珊出來變成什麼 真相調查委員會 他在任何 善後小組 善後的小組 好啦 這種事情 任何狀況的話 他如果是被調查 被調查對象的話 他怎麼來主持這個調查呢 對不對 這個是一定要回避的嘛 你才能夠以遭公信嘛 那你這一招出來的話 就不曉得柯P在下什麼棋了 求援監裁判了 對啊 求援監裁判 你到底是怕黃珊珊是什麼 黃珊珊為什麼可以吃定 這個大家疑問越來越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說 對柯P來講的話 前面 這個 競選金會的申報案 他還比較容易脫身 我看這個 金華城 北市科 萬大漁 漁果市場 現在台北市議會 他們都各成了專案小組 都在調查 然後檢調也都進來了 那現在這個 柯P是最後一個會被傳訊的 已經傳訊了30幾個人 包括副市長 相關人等都已經問得差不多了 所以到柯P的話 我覺得 他可能有一點 在這個案子上 可能會再解難逃了 好啊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黃珊珊珊獲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鎖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酪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